今天我非常高興出席東華三院環保村的動土典禮 見證東華三院參與活化以修復堆填區的工程項目正式動工 過去十年在環境局局長王錦昇的領導之下 環境保護署是積極推行活化以修復堆填區這些計劃 目的是善用香港土地的資源 令到以關閉的堆填區都有它的使用價值 用另一種的形式來服務香港的市民 回歸社會 環保村建成開放之後 我知道村內將會有超過六成的地方 是用了綠色休氣用地 亦是設置不同的主題的圓譜 例如有蝴蝶圓、香草圓和植物迷宮 我相信環保村和鄰近的設施 能夠產生協同的效應 為張溫澳社區照全港市民 提供康樂和教育並重的多元化設施 成為大家在張溫澳區的一個好去傳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